欢迎回来 整排街道的森药行南北货 台北大稻城近年来有不少老屋新生空间 吸引了很多年轻设计工作者进驻开业 从小生活在大稻城的灯光设计师江济阳 就用他的灯光专业重新打造了他的牙医阿公的旧诊所 他保留了原本的老家具 老招牌 让工作室像是一座牙医博物馆 他不但拿下台北老屋新生大奖 也找回了阿公的人生轨迹 踏上百年街屋 狭窄的楼梯迎面而来的 是这块明星齿科医院招牌 和一座古代药柜子 老照片里的少年郎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做阿公 牙医李希琳最小孩的孙子 灯光设计师江济阳打开一个个抽屉 向我们介绍往日阿公使用的牙医器具 每一件都被他视如珍宝 就真的能留尽量留 就是找得到的然后可以擦干净的 然后这是他的使用的那个齿膜 因为我阿公其实是做假牙出名的 讲起阿公的工作 旧时光似乎跟着重新上演 1997年学校一件影上作业 让江济阳回头记录大稻成的美 意外保留下祖孙俩共同生活的美丽记忆 今天头一几次的金牌 最爱的感谢就是我们阿公 因为 自小孩就跟他说 我们父母就很快 你让我好好做大事就好了 今天你能够站在这儿 其实都是阿公在地上帮我们保护 阿公的福祉处 我才能够站在这儿 给大家介绍我们阿公 跟我们的故事讲到你大家的情谊 江济阳的小团队 凭着光铁拿下2014年 台北老屋新生大奖金牌 及最佳人气奖 他们接过不少国际合作案 及光雕艺术 但是回想这一段 重启乘封木门的改建时光 他吃了很多苦 那其实很多人给的意见很直接 他说你这个要修 比你整个打掉重盖 更麻烦更花钱 可是对我来讲 我如果整个卡掉起身 那完全没有意义 面对砖墙氧化 地板直成力不足等修复难题 江济阳说其实有想过 要放弃改建计划 其实我一度 一度觉得非常的沮丧 就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子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还是干脆要放弃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个 伟大不掉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后来是因为阿公 就是有梦到阿公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把这件事情做完 三个半月的改造期 江济阳天天盯工程 才完成了留下传统 结合钢结构 强化玻璃与灯光的 艺术工作室 开门后 意外访客也跟着上门 然后有一天就上来一个老阿伯 很老很老 爬楼梯爬上来 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看 然后我问他 他也不理我 我想说哇 到底要怎么办 但是呢 他开口第一句话 我们全部人都吓到 他说这边 帮帮什么都他走了 就像重新被挂上的匾额 阿公与邻居的小故事 也一起回来了 我觉得开门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讲有 会有更多故事回来 就包括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 甚至我们晚上在这边加班 会有就是 以前阿公的老患者 他们爬上来 因为我就 哎 现在不是回去这么多年 这样门口打开 和阿公一样爱泡茶聊天的江极阳 特地在视野最好的阁楼转折区 放置阿公的诊疗桌 江极阳要透过跨时代的工作室 继续和阿公交流 听着大道成的老故事 好 中文字幕——YK